美军计划对付中国的主战武器 有可能先用在俄军身上 小心 触不及防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 我们曾经多次提及美军未来对付中国军队的主要武器 就是AGM-158联合空对地隐身巡航导弹 这种武器也被称为JASM 在美国设想的武力干涉台海的作战形成中 美军会出动B-52战略轰炸机 在距离台海几百公里以外的台湾岛东部海域上空 来发射这些隐身的巡航导弹 用于打击解放军两栖登陆的船只 基于美军轰炸机的行动被台湾岛中央山脉所遮蔽 再加上AGM-158拥有强大的隐身性能 那么这种弹法 我认为是当前美军最靠谱的用于武力干涉台海的手段之一 解放军在台湾东部不断展开演习 并且出动航母战斗群进入西太平洋 都是应对美军隐身巡航导弹的有效策略 中国军队未来会如何对抗美国的JASM导弹呢 估计需要建立起更大的战略防御重身 要有先进的预警机提供态势感知能力 出动战斗机和军舰执行防空作战任务 可以说由于美军没有空射弹道导弹 也没有高超音速导弹 亚音速飞行的隐身巡航导弹 就成为未来许多年 中国所面临的对大常规战争威胁了 长期以来 解放军一直在演练如何对抗隐身巡航导弹 往往需要采用隐身把弹来进行模拟 这样的演讯有助于提升我军 拦截隐身巡航导弹的能力 但还缺少来自实战的真实数据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 俄斯人可能要给我们补上这一刻了 因为乌军已经在准备接收 美国所提供的隐身巡航导弹 并且打算将其投入实战了 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 美国对于向乌克兰提供 AGM-158持开放台 以便用这种导弹 配备在提供给乌克兰的F-16战斗机上 据报道 乌加大楼已经在研究如何将这些导弹 集成到乌克兰的F-16弹动机上 因为乌军拿到的F-16还缺少能够发射AGM-158的软件 乌克兰的官员表示 该国将接收一种未公开的空射型军航导弹 以便能够让F-16战机的武器射程达到480公里 目前为F-16战机配备AGM-158导弹的国家 只有美国和波兰 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 目前正在制定转让的细节 包括如何处理导弹的敏感技术 从美国向乌克兰援助陆军战术导弹 英国援助风暴阴影等武器的情况来看 等到俄军确定乌军已经获得这种武器时 他们很可能已经遭到AGM-158的打击了 也就是说 美国为了增加其隐身巡航导弹的战术突然性 仍然会采用密而不宣的方式 向乌军提供这种先进武器 F-16战机在乌克兰的主要用途 就是击落巡航导弹和发射对地攻击弹药 而AGM-158的入场 必然会让F-16战机能够在更加安全的位置上 对克里米亚的敏感目标发起毁灭性的打击 据分析 武器目前能够拿到的AGM-158A隐身巡航导弹的射程 大约为530公里 重量在一吨左右 该型导弹采用贯导系统和GPS导航系统 来寻找预计的目标 并使用具备自动目标识别功能的红外成像导引头 来确保打击的准确性 据称 该型导弹可以在GPS遭到干扰之后 仍然能够正常运行 这对乌军而言尤为重要 因为俄军目前在乌克兰境内 已经配备了大量能够干扰GPS的电子对抗系统 此外加斯姆导弹能够携带450公斤级的双模式爆炸破片穿甲弹头 也可以投放急速大战 必将对俄军人员集约地 军舰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中心等高价值目标造成严重威胁 上个月一个乌克兰的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 据报道他们提出了援助加斯姆导弹的具体要求 在美国政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 并放宽对其使用限制 特别是在乌军公路库尔斯克的当下 基于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和法国提供的斯卡普 EG巡航导弹都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了 那么加斯姆的到场几乎没有任何瓶颈 乌克兰和美国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对F-16战机进行简单的改装和软件升级 加斯姆虽然号称是隐身巡航导弹 但它也是亚音术的巡航导弹 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是否风光发面 还存在着未知数 不管结果如何 俄司军队防御加斯姆的经验和教训 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因为它才是目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武器系统之一 我们有必要认真的观察研究和总结 我们下期再见